就是KPI是要让一个公司去实行 然后去给员工去用 然后得到员工的公平的reward 就是KPI是要让一个公司去实行 然后去给员工去用 然后得到员工的公平的reward 然后就是可能是也要知道 老板可以知道员工他们的performance 可以trade他们的performance这样子咯 所以你觉得怎样呢你的看法 是好是不好对一间公司来讲 当然KPI这个东西是对一间公司是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system 因为至少那个老板知道 我的员工到底他在公司是做什么 然后他到底是每一天都在做什么东西 然后他是有没有完成他的goal 有没有完成他的commitment 然后这样子老板才可以知道那个员工 你是有做到这个东西 然后公司才可以给到你公平的reward 很好好OK Darisa谢谢你的feedback 所以我就祝你的事业成功吧 OK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